中國銀建發了新的規定 就是不允許銀行向客戶推銷2G市場的金融產品 其實就是防止了銀行推銷一些金融產品 好像香港雷曼債券等等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就是防止銀行推銷一些高危險的有毒產品給投資者 那麼銀行是可以做新股推薦 當然直接會影響到銀行收費的收入跟資產管理的收入 對銀行私人銀行業務來講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大的打擊 但是主要都是保護投資者財富 所以對銀行來講是負面的 不過到現在來講 銀行這個理財方面這個收入並不是太大 所以短期來講應該是影響不大的 然後在那裡就會有很像是負面的 就像是負面的 作詞跟特朗課 我們在這次的設計 負面的收入 所以我們要請負面的小數目 但是我們要請負面的小數目